現在我們來解說一下 這個三四圖轉成等角圖 我們運用 那個三去法 什麼叫三去法 就是 這個三四圖裡面 各個四圖裡面都有缺角 都不是一個完整的方形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來用三去法 三去法我們都先不管 裡面的線 只管外觀 所以 這邊你可以看 我們都不要牽管裡面的線 再來 我們現在要刪的時候要怎麼刪 第一個可能是從 刪最多的地方開始刪 我們可以從 刪最多的地方開始刪 可是這個最多地方如果有斜的 有時候也比較難處理 我們就來分幾種方式 第一個我們先 照課本這樣子來刪 我們先從上市圖來刪 這裡刪掉 對不起 等一下 這裡刪掉 這個區塊嘛 因為這兩個單位嘛 我們就這樣子刪 這裡都是空的 這邊都是空的嘛 對不對 所以刪掉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 好 再來 我們 再從右側式圖來刪 所以你可以看 它這個可以刪成這樣子 我用軟體幫我們做這件事 所以你看 這個區塊是不見的嘛 因為我們現在對過來 這裡有三個區塊 三個區塊 三等份 所以這個 這裡的部分應該是這邊嘛 所以我們這裡把它刪掉 對不對 是像這樣子 好再來喔 換 前視圖 前視圖 前視圖是這裡 對不對 這個區塊應該是在這裡嘛 對不對 這個區塊應該是在這邊 這邊 往下 記住我們都不管 內部的線 我們只管 外部的輪廓 所以這邊 一樣嘛 這邊都是空的嘛 好刪過去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喔 現在不能再刪了嘛 我們再來看有沒有掃線 所以你看這一塊 這一塊這一塊 是這一塊這一塊 有沒有 好這裡 這個三角形是在這裡 這個方形是在這裡 啊 咦 這裡怎麼多了一條線 所以我們這裡就有多一條線喔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畫起來 對吧 好再來看這一邊 咦這裡 沒有 這裡 咦 這裡奇怪 這裡也多一條線 好 可是這裡沒有這一條線喔 所以記住 老師有講過 有斜線 有斜線喔 必有斜面 所以你看看我們就可以知道 這一個我們先暫時把它變成斜面 好 所以這裡 這條線沒有嘛 我們先把它擦掉 所以你可以看喔 這裡 咦這條線是出來了 這裡是有一個斜面 所以這個三角形 對不對 這個等角圖 的樣子 就會像這樣子